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药蜜山海观天下》频道 今天的标题是 大力弘扬曹德旺精神 中国需要曹德旺式的民营企业家 他是所有中国企业家的楷模 第一部分 2021年5月11日 据胡润百富官网消息 胡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1年胡润慈善榜 胡润China Philanthropy List 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 现金和股权捐赠 以及有法律效率的承诺捐赠都统计在内 中国的一级慈善家达到39人 为历年来第二多 2019年最多47人 下面是胡润排名前十的 中国一级慈善家名单 第一名 拼多多41岁的黄真 以120亿元的捐赠额 首次成为中国首善 他主要以创始团队一起捐赠名下 2.37%的股份 成立繁星慈善基金会 用于推动社会责任建设和科学研究 第二名 美帝79岁的何享健 及其家族以63亿元捐赠额排名第二 主要是捐建了一家非盈利性医院 第三名 恒大63岁的许家印 以24亿元的捐赠额排名第三 主要捐赠包括向贵州省扶贫基金会 捐赠14亿元 在广东扶贫季困日捐赠7.5亿元等等 第四名 碧桂园杨国强 杨慧妍妇女 以扶贫和支持教育为主 以15.4亿元捐赠额排名第四 第五名 彭日集团59岁的许航 以支持科研为主 以10.2亿元的捐赠额排名第五 第六名 中共教育董事长45岁的李永鑫 捐赠母校北大10亿元 捐赠额名列第六 第七名 保龙房地产公司的69岁许健康 许华芳父子 以扶贫教育医疗为主 捐赠额6.4亿 位列第七 第八名 抖音创始人38岁的张一鸣 以抗疫为主 以51元捐赠额位列第八 第九名 朱江投资的62岁许孟一家族 以扶贫为主 以3.7亿元捐赠额位列第九 第十名 世纪经元的吕飞二国华侨 黄如伦黄涛家族 以医疗扶贫教育救灾为主 以捐赠额三亿并列第十 并列第十名 饱风能源的48岁党燕宝 以教育医疗环保为主 以捐赠三亿并列第十 另外 还有联想集团的57岁杨元庆 以1.1亿元捐赠位列第26 主要是向母校上海交大捐赠了一亿元 今年上榜的慈善家中 向教育领域捐赠的人数仍然最多 且占比从去年的31%增加到39% 去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医疗方面捐赠人数继续上升 占比从去年的17%增加到27% 排名第二 扶贫方面从去年的11%增加到24% 排名第三 教育领域中 十所大学过去一年接受上榜慈善家 捐赠均超过一亿元 北大十亿 复旦五亿 百年华旦的夏大4.4亿 浙大3亿 哈工大2.4亿 港科大1.8亿 昆明大学 西湖大学 同西大学和云南大学各一亿 从出生地来看 月商最多 占榜大了27% 其次是敏商 占19% 胡润百副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 敏商做慈善相对慷慨 胡润慈善榜18年以来 敏商几乎都排在前两名 而在胡润百副榜上 敏商只排前五 慈善榜上排名第一的月商 在百副榜上也是前两名 从公司总部来看 广东最多占36% 其次是北京占21% 这里我向所有已经做出过散举的 中国慈善企业家致敬 你们的财富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是所有中国企业家的楷模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要专门讲一下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先生 他更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开模 他的善举可以被称之为曹德旺精神 值得大力弘扬 中国需要曹德旺式的民营企业家 2020年5月4日 福耀玻璃创始人 福建人曹德旺先生公开宣布 他将出自100亿人民币 建立一所公立大学 学校的名字初步定为福耀科技大学 这是一所瞄准国内新兴产业 极确人才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 主要用于专门研发 功课理工科以及国家被国外卡脖子的各种高科技领域 这所新兴大学更引人注意的特点有三个 那就是公办 理工科 执照研究生 这将大大提升福建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水平 和人才培养水准 对于全国考生 尤其是福建考生来说 加上福建原有的985厦门大学 211福州大学 考生将会多一个选择 福建省高等教育实力也会有较大的起身 据曝光的福建新型研究型大学 建设筹建工作实施方案 该项目占地约1000亩 将于2020年10月底交地 这所学校顺利建成之后 将是全国第四所福建省第一所的新型大学 将大大提升福建福州 特别是高兴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水平 和人才培养水准 目前学校的选址初步递在了福州市 高兴区南与刘州岛 曹德旺先生将把大半辈子辛苦打拼得来的 100亿身家无偿捐赠给国家 全部捐给福建当地建立公立大学 给国家培养真正能够打破外国垄断的 各领域的顶尖人才 值得敬佩 总体来说 我国的公办学校通常采取的办学模式 主要是政府作为举办者 以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资助创立 并维持运营的高等院校 学校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 政府拨款 学生学费 以及少部分社会捐赠 由于学校办学过度依赖财政拨款 存在办学经费有限 财政独立性弱 进而影响学校自主办学的问题 而实行基金会方式办学 无论对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 都意义重大 对非盈利的民办高校而言 基金会办学方式 可确保学校的公益属性 同时有利于学校建立现代大学的制度 对公办大学而言 基金会办学方式 则可扩宽学校办学的资源 提高学校办学的财政独立性 有利于落实和扩导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而一般的私立学校 民营学校 则几乎都是以教育为辅 盈利为主 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探索新型公办大学办学模式 是正在筹建的福耀科技大学的最大看点 这一办学模式的核心 是基金会办学方式 既由基金会做学校的提办者 成立董事会 由董事会负责学校的重大办学战略决策 包括制定学校预算 临选大学校长等等事宜 与此相似采取基金会办学模式的高校 较为人熟知的有2018年正式成立的西湖大学 但不同的是 西湖大学是明确实行基金会办学方式的 民办高校 而不是公立高校 由此回溯到100年前 1921年 爱国华侨领袖陈加根先生 他的祖籍是福建泉州 变卖全部身家 凭借一举之力建立起来了最早的厦门大学 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的顶级大学 厦门大学建设完成之后 陈加根先生不要任何回报 不带任何留念 直接宣布将整个厦门大学全部捐给国家 捐给福建 厦门大学这个中国第一批最顶级的学府 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个由个人捐款 而后又无偿捐赠给国家的公立大学 这一伟大的善举 令人肃然起敬 100年之后 2021年的5月4日 世界最大的玻璃巨头 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先生 也正式对外宣布 捐资100亿 建立顶级的理工科技学府 福耀科技大学 并且直接宣布 为国家为福建培养顶级的高科技人才 建成的光立大学 交给当地政府 交给国家 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商的第二所 由个人捐资 建立了公立大学 而且两个人全部都是福建人 他们都是福建人的骄傲 中国人的骄傲 100年一个甲子 一个世纪 一个轮回 由此可见 福建人的爱国之心 一代传一代 永远流传 2021年5月4日 又是五四青年节 这一天属于曹德旺 这一天更属于爱国精神 永存的福建人民 曹德旺先生从小家境贫穷 9岁才上学 14岁就被迫辍学 读书虽然不多 但是曹德旺却是中国企业家中 最重感情 最念家的人之一 截至去年9月 据当地媒体报道 曹德旺成功之后 已经累计向社会捐赠超过了120亿元 其中仅仅捐赠给家乡福建这个小城市 就已经超过了15亿元 曹德旺先生今年75岁 加上今天曹德旺又再次捐出了100亿 曹德旺的全部身家 基本也差不多全部捐完了 毕竟像比较其他的企业家 曹德旺本身就只是做实业 做玻璃 身家原本就只有几百亿 这些年 不管是捐款 救灾 曹德旺先生基本就没有停止过做善事 甚至 2020年去年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些网络喷子 老是在网上质疑 曹德旺为什么老是减持股票 换成钱 面对着这些质疑 在2020年8月12日 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夏季峰会上 曹德旺轻描淡写的说了这样一句话 已经减持股票套险10亿元 准备进灾区救灾 去年整年曹德旺其实都在抗疫救灾 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做企业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国家的希望发达 我认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 在我手上赚的钱 我死之前必须还给社会 如今你们看到了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曹德旺先生几乎将 全部的百亿身家 捐出来了 直接捐给国家办大学 办真正造福中国人民 老百姓 穷苦人家孩子的顶尖学府 加上昨天捐了一百亿 曹德旺累计已经捐赠了超过两百亿 就不是一万两万 而是两百多亿人民币 一个人要多洒脱 才能做到 从穷苦 贫穷 连书都读不起的年纪 好不容易愤怒到 两百多亿身家的顶级富豪 又挥一挥手 全部捐回给社会 捐回给国家 造福于社会 造福于人民 我虽然没有接受过曹德旺先生 但从今天起 他就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企业家 福耀科技大学除了功利属性之外 他与行中著名的西湖大学的功能 基本相似 全部都是没有本科 只招周研究生 如果看过 十一光牵头建立的西湖大学的介绍 大家就应该知道 这种大学的导师 实验室等等技术 都是世界一流的 以西湖大学为例 建立才两年 到2020年7月 就已经拥有了124位博士后 和330位博士 不得了 从现在西湖大学的厉害程度看 我们几乎可以预见 曹德旺渐渐的这个福耀科技大学 以后也必将成为中国最顶尖的 理工科学府之一 接下来再看看福耀科技大学的 办学发展思路 坚持改革开放 错位发展 特色发展 按照高水平 小规模 应用型 国际化 市场化 办学理念 新办理工类科技型大学 还有培养的国家级人才的方向 目前 学校还没有开始建立 但初步目标已经定下 福耀科技大学 旨在培养国内新兴产业 急缺的研究型 复合型 实用型人才 根据今天福州新闻网的报道 为帮助更多贫苦人家的孩子 学到更顶尖的知识和技术 这个学校的办学规模 将定位于3000至5000人 专业设置重点为 目前国内相对弱势的专业 各专业均配置标准实践式 这句话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叫国内相对弱势的专业呢 哪些技术又是被国外卡脖子 而是我们急需要突破的呢 比如半导体技术 芯片 高等制造 自动化供应等等领域 绝对会包含在内 这是目前最被外国卡脖子的顶尖科技 这里有一张图 这几天的科技圈都传封了 大家仔细看一下 里面包括5G 云计算 半导体 高端精密加工 智能手机 航空等等高端制造专业的 几乎全部包含在里边 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 理工科领域 正在攻克的方向 都已经涵盖了 按照今天业内专业人士的说法 这里面的每一个领域都直接关乎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关乎国家安全的命脉 说实话 出身穷苦人家的曹德旺 是最懂得国家困难 百姓疾苦的企业家之一 与认真非一样 他们经常说 中国人要感恩 要团结 按照目前透露的资料来看 福耀科技大学胜利建成之后 将正式成为全国第四所福建省第一所最顶级的新型大学 目前福建省以及福州市 全都已经高度重视 福建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重建工作 已经开始全面动员以及系统的部署 就连任务清单都已经出炉了 整个福建省都已经在开拓马力积极行动 多则五年 短则两年 中国第四所最顶级的理工科大学 福建最顶级的学府 就将横空出市 正式公开招生 只要符合条件的考生 全部都可以免费申请 免费就读 学成之后为国家为福建 为全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写到这里 我不得不说一句 生子当入曹德旺 曹德旺先生的品行 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敬佩 值得点一个大大的赞 先有陈家庚 后有曹德旺 福建人的爱国大气的风格 不是偶然出现的 这是福建人的传统 爱国的精神 一代又一代 远远流长 今夜 属于福建人民 你们确实知道驾傲 曹德旺才是中华民族的伎俩 是中国企业家的楷模 比起其他富豪捐款是为了底顺 曹老板才是实干家 从不偷逃一分钱的税款 捐款全部是自己的盈利 我深感佩服 那些从国内挣了点钱 就往国外跑的富豪 还有什么主持人明星 去美国生孩子 混绿卡的那些人 和曹德旺相比 你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同样是搞教育 有的企业家是给哈佛 耶鲁大学捐钱 给自己的子女读书铺路 成为贵舔一族 比如潘石屹之流 典型的羊奴嘴脸 他的每一分钱 都是从国内赚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回报社会 有的企业家 他则是巧立明目 弄过什么湖畔大学 搞精英富豪的小圈子 并且妄议国家产业政策 比如马云之流 而有的企业家 比如曹德旺先生 和任正非先生 却是真正为了国家的科技 和制造业全力以赴 你看人和人之间 富豪和富豪之间的 思想境界和格局 差别怎么那么大呢 因为不同的世界观 人生观 建设观造就了不同的人 有的人受人敬仰 有的人则被人民唾弃 财富是靠时间去赚取的 能把一辈子赚的钱 都捐给国家 把自己一辈子的时间 都奉献给国家 这就是国家的栋梁 民族的脊梁 中国的骄傲 深得老庄之精髓 后世之楷模 江湖称 中国只有两个真正的企业家 曹德旺和任正非 其他的企业家 都是见利妄议 威力是足的商人 像曹德旺和任正非 这些爱国商人 他们的品德 匹配他们的财富 是真正的爱国企业家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奋进了动力 100年前 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100年之后 为国家更加富强而办企业 都是值得尊敬的 曹德旺先生 此前已经捐了很多钱 自从1983年 第一次捐款以来 直到2020年 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 已经超过了120亿元 全国第一 2020年再捐100亿 具有数额 暂时不会有人超过他了 其实曹德旺本人 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富豪 2020年公布的 富人富豪版上 曹德旺身价仅仅是 165亿元 排名第325位 曹德旺有据名言 我做企业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国家的希望发达 我认为一个 真正有作为的男人 在我的手上赚到了钱 我死之前 必须要还给社会 他还曾经说 我不是中国的首善 中国的首善是袁隆平 他还说 当下年轻人 宁愿去做物业保安 宁愿去送外卖 也不愿去工厂做工 这是目前国内 制造业的困境 年轻人不能老是去送外卖 这是曹老板的真心话 他还说 给员工的工资 不能违反行业的规则 这也是曹老板的真心话 因为这事关他的产业和利益 他就是个性情中人 曹德旺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 事业家 工业资本家 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 垄断资本 有着天然的矛盾 因为他们深处国际产业类的底层 明明拥有了技术和生产力 却依然要受到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 盘剥压榨和吸血 这让他们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 他爱国追求技术和进步 要实践救国 曹德旺说 国家需要发展艰难科技 打破帝国主义的垄断和封锁 他是非常的坦诚和真实的 搞实业 做慈善等 全权爱国之心 都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是敢于迎战帝国主义 敢于到国外去进行商战 去虎口拔牙的 但这个过程是艰难的 他们受到过无数的挫折 正因为有了挫折和教训 他们就更希望 中国在科技上能够 突破帝国主义卡伯斯和封锁 彻底占有产业链的底端 他们的爱国情怀 也是朴素的 比如在帝国主义 绑架他们子女 胁迫他们屈服的时候 他们毫不退缩 毫不屈服 斗争到底 比如在中国高端技术产业 造与卡伯斯的时候 他们不计个人和资本的利益 大力投资 高竞尖技术的科研 同时 民族资产阶级 也是资产阶级 他们的一切成就和财富 都是建立在 本国产业工人的血汗之上 民族资产阶级 就算再进步 他们的生产方式 财富积累方式 也不会改变 同时 因为落实的 国际产业链地位 他们甚至会比帝国主义 对待本国个人 更加苛刻 福尔玻利等 中国企业中工人的待遇 也会比帝国主义国家的 过程的待遇稍微差一些 但是他们要研发技术 要扩大再生产 每一步都困难重重 所以 他们必须要降低成本 减少支出 加速积累 这样才会有和帝国主义 商战的底气 毛泽东显示 第一卷的开篇就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文章里面说 他们在受到外资打击 军阀压迫 感觉痛苦时 需要革命 赞成反帝国主义 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但是 当革命在国内 有本国无产阶级的 勇本参加 在国外有 国际无产阶级的 积极援助 对于其欲达到 大资产阶级地位的 阶级的发展 感觉到威胁时 他们又怀疑革命 那动摇不定的 民族资产阶级 其右翼可能是 我们的敌人 其左翼可能是 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要时常 提防他们 不要让他们扰乱了 我们的阵线 那么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矛盾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矛盾由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之分 主次矛盾之间 也会互相转化 所以 斗争也要与时俱进 统一交线也要与时俱进 其实在外部 形势不同的情况下 敌人和朋友 也会发生转变 一切都看 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 如果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 那么他们就是朋友 反正就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 对曹德旺这样的爱国企业家 我们气急不要过分的抬高 不要过分的贬低 要实施求是 肯定其贡献 指出其问题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最后 我号召全中国的企业家 都学习曹德旺和任正非的精神 他们摆折不倒 战胜千难困苦 敢于迎战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锁 敢于到国外去进行商政 懂得知恩图报 奉公守法 恪守 君子爱财 举之有道 举之于社会 又至于社会的道德规范 和发自内心的爱国之心 这才是人间的正道 由此可见 树立正确高尚的世界观 人生观 戒指观 是何等的重要 本期讲完了 节目制作不易 请老铁们点赞 订阅 转发 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